今年流感疫苗已经开打 县府卫生局长黄昭郎表示 今年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施打对象的民众 可以携带身份证件及健保卡 到各地合约医疗院所进行接种 在11月1号的部分 我们会进入到校园 为我们的学生的族群来施打 那我们今年的流感疫苗的施打的对象 仍然是50岁以上 50位医生、我们的乡亲 大家都可以来接受流感疫苗的施打 另外应付或者是说 生产婴幼儿六个月以内的这些的父母 或者是说我们医疗院所的这些医疗从业人员 还有就是我们细母养殖业的这些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的防疫人员的部分 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民众 如果领有重大伤病卡的这些民众也可以来施打 每年10月到隔年3月是流感爆发的高峰期 因此接种流感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方式 副县长陈正生希望南投县 能成为今年全国流感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地方 每一年的10月份到隔年3月份是流感浩发的一个高峰期 那这种疫苗应该算是最佳最有效的一个预防方式 所以今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接种率能达到全国最高 这是我们的目标 当然最主要还是要维护我们县民的一个健康 县府卫生局为宣导施打流感疫苗 日前特地到民间卫生所进行宣导 县议员赖燕雪也亲自参与表达关心 秋季是我们流感疫苗的高峰期 所以每年在这个时候呢 县政府卫生局都相当的用心为我们施打流感疫苗 在十三乡镇每个村里每个社区每个据点几乎都有排点 有医师来为我们注点施打 在去年我们的施打率是高达93.7% 全国里面排比可以说是第一名 那么今年呢我们的流感疫苗有在追加 也希望说每一位县民都能够注重自己的健康 除了在社区施打之外呢 我们11月1号也在我们的校园里面 来为我们的小朋友注射流感的一个疫苗 希望说全面的一个普及 能够预防我们流感的一个感染 卫生局也特别针对非公费施打流感疫苗的对象 像国光生物科技公司穆德疫苗 提供给19到49岁低收入户民众免费施打 以嘉惠本县低收入户民众 县议员赖燕雪给予肯定 希望能提高南投县施打率 以保障全民健康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兹